他们过来宴房就带了五个人 然后就现场各种摸 各种卡就是抠细节 开关的面板有划痕 墙面上面有轻微的磕碰 包括他专修的那个交印 全部都要赔 两个人在那里论嘛 然后那个男人就跟他急动 上来就想打人 然后后面那个女房 也很急动就上来一半打人 不肯退押金 6月10日晚 武北京州仪式民发布视频称 自己租房到期后 遭到了房东等五人 提灯定损 房东以面板刮花 使用痕迹等各种理由 不退2000元押金 6月11日上午 记者联系上视频发布者朱女士 她告诉记者 她是2023年6月 在某网络中介平台上 看到该房屋的出租信息 并于当月与房东本人 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房屋租赁合同 朱女士表示 租赁合同到期时间 因为6月11日 但房东不仅要求提前一天收房 还与当天带来四个朋友 一起提振定损 最终通过各种细节扣钱 不愿意退押金 租客朱女士向记者表示 昨天宴房后 他们一家就被房东赶了出来 我们也要报警 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随后 记者就此事 联系上湖北省荆州市 荆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建议朱女士 拨打12315消费者 投诉举报热线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向事理反映后 如果最后是我们局处理此事 朱女士也可以随时致电 我们了解最新进展 就是故意早餐 人家带五个人来收房 哎呀 跟乔子乔房有什么区别呢 我昨天我的出现还没到 今天会报的 我是觉得同样的心吧 不想推钱 因为闹到清晓这么难看